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彰化县北斗镇的玄行堂 针对堂物的发展有何宝贵的开示 有这么好的这个弦庙的馆 但是行 铁没有行啊 没有走出去啊 你至少要走出去度众生 那你只要走出去度众生 度几个金主 度几个金主 你这个墙壁就会扩大 不要宅宅的在楼上 大家休息一会啊 他永远都没有行出去 做事最重要的 所以闲行重点呢 有闲 还要有行 今天释迦摩尼佛如果在菩提树下 他得到了闲 但是他没有度纵征 马上就要念盘 我说 那么他念盘以后啊 谁也不知道他的行 他没有行啊 所以他说法四十九年啊 就是在行 所以他的佛教一直流传 从印度 到西藏 到中国 到韩国 到日本 佛教堂流传 到斯里兰卡 到泰国 东南亚 东南亚一代 就是因为佛国本身的行 才走出去 佛教才会广大的弘扬 不能讲说哦 佛教 那么行呢 在哪里 通通都没有讲 那也是等于没有 这贤行两个字是 有贤 菩萨很庄严 灵光普照 这个 锐气千条 随气千条 阴光强强棍啊 不是跟他与你这出来的 没有行啊 必须要走出去 你 杜了几个金主 其中有一个金主讲说 哎 我有一块地啊 献给你们好了 你就有了 有了地了 你杜一个那个营造商 营造商 算了啦 我给人家盖的房子 剩下的水泥 装瓦 什么东西都帮你盖个事 就是哦 你就有一个事了 对不对 你在杜画一个装潢的 装潢的 我给你装潢了的时间 我再来给你这些服务 一两间间 你就 富丽堂房 对吧 你还要装潢了 所有的装潢进来 这样就有了 就在浮教啊 要行啊 要行 所以修行啊 就是在 要修 要行 要去实践 不是说时钢来说 哦 这这样 哦 这这样 金钢墙墙墩 四季千条 出来到地 这样 翻面到 啊 结果 就到这个围墙为止了 他也要佛菩萨 也要人嘛 你要懂得要度化 如何去度化众生 要懂得学习去度化 多几个企业家 是啊 我就在那个 曾明堂 你就去度一个 那个 郭台铭 郭台铭就够了 你要跟他度一个郭台铭 他说 啊 小意思嘛 我给你 新菜我给你提一个 就有了 像那个香港的那张事 他有四个君子 香港的那张事 那我们又有一个君子 有个君子出来 那我们大家都幸福美满 幸福 又幸福又美满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是说 哦 对于这个君子最有信气 不是哦 我不是这个意思 师尊意思就是说 你出去 他跟你有缘 他感到有缘 他出来了他就感到有缘 哦 你显一些神迹给他看 请问 两位化伏的 一个 一个先生 一个太太 两位化伏 显个神迹给他看 就服他 那个小孩子没得救了 医生都说不行了 他扶下去 扶下去 把他救起来 救起来 救起来以后 他就想 心中想说 哎呀 这个是真的有理 我奉献地给你 帮你帮忙 啊 神 啊 他说啊 我 所以他就 很快的 他会发心 那个心没法做 你自然就可以 就是闲行两个事 他有了感 感谢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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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修这个 光谢明 啊 那我请师父 像我们在上班 一天 就是说上次相来修 那比较没有时间的话 大概几天修一堂 一般来讲修妇房 你就也可以请 最一般的妇房 最重要的妇房 就是土地公也是妇房 你有土地给你勇战 土地神给你勇战 他也是妇房 有四方的土地公都帮你 你在 你在这个好像是说 人际之间的关系 跟你上班的地方 跟你的家庭 都会得到平安 包括你的身体 那我上班的时候 那个地方 有那个安土地之后 那我可不可以去那边 念念中 可以 你念安土地真言 那大概一天 其实有时候 念安土地真言 就是在供养土地公 那么你在拿供品去供他 他也变成 会变成你的妇房 谢谢师父 因为你跟土地公相运比较容易 跟这些金刚神 这相运比较难 那可不可以招来金主 蛤 可不可以招来金主 蛤 可不可以招来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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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些有钱人 并不是说他很了不起 或怎么样 只是他只是一般的服务 福神 福神在帮忙做而已 所以他如果做生意的话 那个服神只要到了 那些客人走到他门口 都会自动摆进去 他就人走到那里 他就手里扣在那里 他就扣在那里 就做一个生意 人家在他的顶口 他就扣在那里 他的生意特别好 这只是土地公而已 所以他的生意特别好 看题特别多 所以签约会特别多 那个订单会特别多 都是这个原因而已 只是土地公而已 看一下 那个土地公也是要供养的吗 要供养 要供养 或者他前世 他是一个修行人 他常常念安土地真言 念到最后呢 他会变成富豪的 因为所有的土地公都会帮他 那念珠的方向来讲的话 是有所同意的方向 还是没有 一般来讲是顺时钟 那波念珠也是顺时钟比较好 顺时钟的波 那如果历时钟有什么意想吗 一般是这样子的 顺时钟是属于正法 逆时钟是属于外道 是这样子 和密教有顺时钟是属于正法 逆时钟是属于外道 谢谢神明 现在我们就是要 有很多小报告的领导 是市长的部分有什么意思 对 入鬼的遗憾 遗憾里面有写 那个儒器 那个儒器 那那个是什么意思 儒器 那个儒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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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器 甘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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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巴拉本身来讲 它是顺共养 这些供养的东西都放在甘巴拉 因为他们在西藏的话 就用甘巴拉 甘巴拉是拿什么呢 是甘露 放甘露的 或者放贡品的 放贡品的 那么他们以前古代的这个修行人 像在印度啊 尼泊尔 在西藏 在修普行的时候 就以甘巴拉 作为这个供养 供养的东西 甚至以自己吃饭 也是用甘巴拉 装在甘巴拉里面 这样拿起来吃的 那等于是一个供具 就是供养的器具 甘巴拉是这样子 所以一般来 我们小的 这个金刚神 他是拿着这个甘巴拉 或者是那个 他的伯母 拿着甘巴拉 装着甘露 给这个 给这个金刚神吃的 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各位观众 又一番雨过 详情请电 049 2312 992 我们来问一下 一个话 观测器的事件 是一个梦幻 还有这个 事件一切现象 可以用一人生命 要不断它 这个法会之后 还是有困难 想要请问是说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那时间这一个信法 其实 一个 一个 你如果 在佛法上面的 心头上面 那他自然来 自然起 这个是 比较坎然 因为佛本身来讲讲 他一生当中 有遭遇到很多的困难 佛陀他也遭遇到很多的困难 不过 都是 用随言两个字 随这个言分来 随这个言分去 会到什么事情 也不妨在心中 让他走 那 当然 这个 一丝不挂 是很困难的 你心中 完全没有事 完全没有烦恼 在我们一般的 凡无始统来讲 是很困难的事情 但是你也要学习 因为如果你开悟了 如果你有一天你开悟了 跟佛一样 在菩提树下 你突然间领悟了 你就会知道 所有的事 都不重要 所有的烦恼 也都是没有 也都是没有 必须要达到开悟的境界 才能够知道 原来烦恼也是没有 原来所有的事也是没有 原来所有的事也是没有 那 我们在人但人间 只是以花福地心 来做福地使用 当中碰到什么事 都随言而起 只能够跟你这样子讲 那么有一天你要自己去领悟 为什么 怀恼是没有的 为什么 所有的事都是无始 你自己要去参 为什么怀恼是没有的 为什么所有的事都是无始 你能够参透这个 你才能够算走开悟 好 这样了解 谢谢 得到师尊的一个梦式 是有自身修塔的一个方法 那就是把你自己观想成本尊佛 师尊教导我是观想在自己是一个本尊佛 然后在七宝塔里面 然后外围是金刚佛 然后前面有一个土地菩萨 那想请你请示一样 这样自修为塔的功德 和修持的方法 有什么重要的方法 请示之外 那个就是贪承法 那个就是贪承法 所谓的塔 跟你自己 跟外面的 种种的果 跟这个 那就是一个贪承 一个贪承 这个贪承的观想就是这样子 贪承的观想 你自己在修行的时候 你要观想你自己是本尊 然后本尊的周围 你变成一个塔 就等于一个城 所以一个城堡有四个门 然后周围也有 也有什么 这个 上面呢 有这个 金刚网 金刚地基 金刚墙 金刚火 金刚火 金刚燕落 然后整个组织起来 这样子 没有叫做唐城罐 你可以做这样子的观想 2010年5月3日 在玄形堂 联申法王卢盛宴 为弟子座 莲花童子赐福的磨顶 愿者 祇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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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page guide 是这样 同样的地方吗 可见财神还是没有到 他讲说世政四年后会有一个目标 刚好四年刚好来 你就是财神 世政就是财神 世尊其实是在财方面是很严满的 在财方面是很严满的 但是世尊把这个财也看成空 也看成空 不一定要执着这些钱 不一定执着生严钱 所以这些像那个 那个生严乌Fundation 就是如生严故事基金会 其实创立的基金 全部都是世尊的钱投进去的 所以生严乌Fundation里面的 这个里面最大的 这个 可以讲我们讲一般的做生意的古分 是世尊出的钱最多 那我们这个 因为这个在美国 一个基金会成立 这个钱放进去是拿不出来的 也就是你这个钱放到基金会里面 就不会变成私人的 就不是私人的 永远都是属于这个基金会的 那么基金会在哪出来应用作为 不私用的 所以基金会里面的钱是不能私用的 所以放进去 以为还是自己的 其实不是了 那个只是 只能够放进去 拿出来用的 只能作为不私用的 所以叫做生严乌Fundation 那我们本来我们的意思 是想说 我一次放一百万美金 进去这个 卢生业布施基金会 但是政府的规定也不可以 也不可以 因为你如果放的钱太多 就会变成由你来控制这个股份 控制这个操纵这个 这个布施 所以他规定这个里面的 好像是说创立的人 一次只能够十万二十万 所以我们每一次都是十万二十万 一直美金这样子一直放进去 所以师尊本身一身 弟子的供养的钱 也等于是放到 这个卢生业布施基金会里面 所以这个生严乌Fundation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这个 有钱的也能够支持 这个生严乌Fundation 他等于将来就是大胡金刚 在做布施用 在做布施用 那将来也会有这个 帮助 这个贫苦的儿童 求学的费用 那么照顾这个身体的健康 因为健康是一切的基础 没有身体的健康 什么都不要谈 没有身体健康 就什么都不要谈 那么你要在这个社会上 能够站立起来 能够救护众生 这个邪问也是很重要 感谢观看